我最近发现我的长相会给我带来一些困扰 当然不是丑啊 是我长得太老实了 这样很容易让我遭到一些道德绑架 就比如说当有人问到我的择偶标准的时候 我发现我没法回答 我喜欢一个性感辣妹 大家会觉得 他不是应该喜欢善良的吗 就我这个长相 只要是喜欢一个辣妹的话 我就是个坏人 我现在就特别羡慕那些天生长得很坏的人 他们只要不骚扰辣妹就是好人 我最近还有一个发现就是 女性越来越好看了 就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 可能是因为最近挣到钱了 敢看他们了 看完之后我会觉得 现在女性的平均颜值比男性要高 对不对 当然这个是我为定的责任 但是看到徐志成之后 我觉得他的责任更大 长得越差 和人越大 当然出现这个局面 不是我们男生不求上进 而是你们女生进步太快了 你就像我每次出门前照镜子 我看着我刚用洗面奶洗完的脸 再闻一闻我刚换的衣服 还散发着洗液的清香 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 我不能再打扮了 再打扮下去就有点过分妖艳了吧 你要相信我们每个男生出门之前 都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亮的仔 我们也是出门之后才知道 好像林云家的狗都比我们精致 所以每当有人说我不修蝙蝠的时候 我都特别地委屈 因为那已经是我努力精修过的样子了 就那一刻我才明白 就在背后偷偷地努力 看上去毫不费力 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去鬼屋玩 一定要男女搭配一块去 因为你跟同性朋友一块去的话 进去之后就会发现 那个房间里面啊 除了恐怖 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在里面就只能干害怕 因为在那种环境下 男生的天性就是想要保护女生嘛 比如有一个女生胆子比较小的话 我们站出来一保护她 大家就都不害怕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几个人里面呢 胆子最小的就是吴星辰 当吴星辰在里面被吓得大喊大叫 上蹿下跳的时候 我们发现 她并不能激起我们的保护欲 不仅不能激起我们的保护欲 甚至我们也想吓她一下 怎么不把你吓死呢 她当时是扎了一头脏便进去的 进去之后她的脏便直接被吓开了 你们可能有人见过她 她那个人怎么说 头发又长长得又丑 当时整幅画面看上去 她比那个鬼更像鬼 就每一次她在里面被吓得大喊大叫的时候 我身上都会产生一种冲动 就是我今天我要保护那个女鬼 没什么啊 好玩哦 其实就是我们肯定的 你肯定的 这珍珍珍珍珍呀 那是학凡 这 societies 感谢观看